4比0 横扫吊打李尚珠 林高远视频赛赢球 确收不妙消息 球迷担心王浩已经该出手了 大家好 我是直言 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球 这期视频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国拼 聊聊在视频赛比赛舞台之上 那么咱们国拼的核心队员林高远 在个人打出突出表现 那么在单打方面4比0横扫对手之后 却收获的一个不妙的消息 可以说这一次伴随着整体情况的出炉 的确让大家对于林高远有一些信心不足 也为他开始担心 而咱们国拼团队方面 像王浩教练看到这样的情况 绝对应该及时出手 才能够在本次视频赛 让林高远继续的保持个人强势表现 才能够一直赢下去 而如果你看到本条视频 您也支持我的看法 别忘了给视频点赞点点关注 您的点赞将会更多关注和支持国拼 更多喜欢林高远的球迷朋友 看到这条视频 接下来呢 咱们就言归正传 一起和大家聊聊国拼 聊聊林高远最新的个人消息 那么首先我们都知道 目前德班视频赛依然在进行当中 而在这一次比赛里 其实对于国拼来说 我们也是保持了43连胜的一个成绩 那么在这样一个突出表现的背后 其实有一个队员 他的表现也是让广大的所有国拼球迷 都是眼前一亮 而这个队员就是咱们国拼 南队的林高远 因为在本次赛事正式打响之前 在咱们南队进行报名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当时林高远被安排在南队当中 被安排在南双的比赛里 也是备受质疑和争议啊 那么在此前的比赛里 林高远一直没能够打出个人价值 在东京奥运会周期以后 个人实力也一直处在滑落的阶段 对吧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让他逐渐的去淡出国拼核心团队 但是王浩依然选择把林高远 带到国拼的这一次重点赛事当中 那么也是让广大球迷在赛前有了更多质疑 但是比赛开打以后 我们看到林高远是一路势如破竹 打的是相当激进 在场上是充分的证明了自己 对吧 那么除了在南窗方面携手林氏洞3比0 横扫了张美之河和吉孙真行之后 林高远在单打方面也是表现的非常突出 截至目前为止 林高远基本上所有的比赛全部都是直接4比0 横扫对手 包括昨天在16分之1的决赛当中 林高远也是4比0 横扫了此前和他势均力敌的韩国名将 立上株 那么在本场比赛里我们看到林高远在场上完全是碾压对手啊 包括速度 包括场上的这样一个计算术 那么林高远都是实施的非常有效 导致个人在场上最终能够去轻松拿捏对手 能够在这场比赛里给到全国球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答案 那么所以说对于后续的比赛 广大球迷也是期待着林高远能够打出更加强势的发挥 也是能够一路赢下去 能够重返个人巅峰的状态 但是其实就在昨天比赛结束之后 那么林高远也是传来了一个相对非常不妙的消息 这样一个情况也是让广大球迷化为担忧 也是被林高远后续捏了一把看 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在昨天在这样的一场单打比赛结束之后 那么林高远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是谈到了本场比赛 表示自己对于这场比赛 赛前的准备做得非常充分 但是同样林高远是提到了一点 就是自己在比赛前非常焦虑 个人比较焦虑对吧 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 对于他备战带来了一些些许的困扰 所以说通过这样一个情况也就证明 随着赛程的深入啊 林高远在这样一个关键战当中 在关键战之前 个人的心态还是有着一些起伏 那么虽然这一战比赛 他通过前期的这样一个较量 很好的证明了自己 但是对于后续的比赛 自己还能不能够一路赢下去 可能他目前存在了一些疑惑 所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后 其实咱们国民团队方面 王浩教练也应该及时的出手 因为此前我们看到 林高远在大赛当中 那么个人迟迟无法突破自己 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心态之上 一旦他能够突破心理难关 那么他在大赛当中的表现 绝对会迎来一个彻头彻尾的升华 所以王浩教练也应该在这样的时间 给予林高远更多的信心鼓舞 能够去找到他 给他进行一些心理上的疏导 对吧 这样的话 林高远才能够在之后的比赛里 继续打出亮眼表现 最后咱们作为球迷也是一定会在背后去支持林高远 我们也是希望在下一场比赛当中 对阵林云如林高远 依然能够打出更好的亮眼的表现 能够给到广大球迷很好的一个答案 好 那么本期视频呢 就留到这里 喜欢听直言聊球的朋友 不要忘了给视频点赞关注 有问题呢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体育经验事 下期咱们先直聊